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好 琉璃 我收到你依给我的问卷 准备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我希望可以得到可用的数据 更希望我的结果 可以来支持我的理论 我想一定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很高兴 你这次直接切入到生产老化 Protective Aging 一般人都是用活化老化 或者是健康老化 这些的议题 我们的研究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很高兴 而且你特别这次把 影法族跟年轻人 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相辅相成 互相激励出生产力 互相创业 这个研究 在我们学术界的Paper 其实并不是很多 这个是很棒的 所以你的研究非常有价值 好好做 我拭目以待 谢谢老师 最大谢谢老师的指导 还有启发 不然我也想不出这么有挑战性的议题 来当做我的硕士论文 你这次是第一次去访问养生村吗 嗯 对啊 我要谢谢蔡伯伯帮忙安排到台湾好养生村来做访谈 他也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以前也在我们不大教书 退休之后就住到那边了 你这次去养生村 他们记得都是65岁以上的运法住 所以有些事情要用心点好吗 好 谢谢老师的提醒 那我们先走咯 OK 拜拜 我们先走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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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今天陪我去淡水做温泉调查好不好 啊 我才刚从美国回来还有食材 拜托啦姐 这是我第一次去养生村 会紧张耶 你就陪我去做温泉调查嘛 做温泉调查 我们可以去淡水玩哦 吃淡水啊 给 好 好 好 我爱你 拜托 姐 你这么漂亮又聪明 身材又这么棒 又是男教大毕业的 应该很多男生追你啊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啊 你很烦耶 爸妈都没像你这么啰嗦 你还不是也没有 好啦要走赶快走 耶 有几股骂潮的好戏啊 要不我来给大家唱两句听听 江湖啊门前煞气高 层层蜜蜜蜜百香道 花多漂亮 好 好 姐姐也来了 你们两位光明的时候 你看我们整个养生生都生气薄薄起来了 对了 我为了配合你们那个研究调查 我特别请了我的老同学洪博士也来参加 你知道洪博士他是国际可治老人问题专家 中研院特别请回来台湾做演讲 谢谢 谢谢老同学的邀请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各位认识 当欧林跟我说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过去蛮怪 现在闲下来就闲得发慌 我觉得欧林这个研究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这样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赶快做下开始吧 各位长辈们大家好 我是李欧林 辅仁大学研究所的学生 今天很谢谢蔡伯伯的帮忙 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愿意花一些时间 来参与这一项的研究访问 那我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这个访问的目的 由于台湾现在高龄化又加上小子化 人力资源越来越短缺 所以我的报告主要是想要探讨 如何将像各位这么有活力的银法族和年轻人 放在一起来创业 所以想要试着分析出哪些因素是你们的原动力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我儿子刚从美国回来 他在美国南加州 追我们教人家拍电影 加州大学很有名的 这是暑假 回来看看我们两个 大概待个两三个月 怎么那么巧啊 我姐姐也是南加大毕业的耶 真的啊 嘿 你怎么办 你好 你怎么办 感觉很高兴 我昨晚从大学来到大学 哦 你怎么会留在一起呢 不太确实 我只是拿了我的职业 想要找到一个工作 在美国 看看我哪里 我家兒子也很胖 他是清華大學執工系的研究生 已經成立了一個APP公司 專門做軟體研究 才幾個小伙子已經賺了很多錢了 現在又在搞什麼金融網 物源網 讓他搞什麼東西我是不懂 只知道那是很時髦的玩意兒了 阿姨長 別問問了 快說人家打個招呼 你好 嗨 妳好 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 那我問卷上面有十個問題 那下面有一到五的選項 一是最不喜歡 那五是最喜歡 那你們可以先看一下題目 我們都可以再討論一下 看不清楚耶 退休後是否想再就業 當然想啊 可是沒有人要請我啊 那要看你想找什麼事 你試過嗎 當然試過啊 我們養生村對面的日本餐廳啊 急增員工 嗯 我就去了 才坐了半天 老闆就請我走路了 楊老師 我真佩服妳的勇氣 這有什麼好佩服的 這有什麼好佩服的 我是悶在家裡難過 都快得憂鬱症了 梁老師 要不要到我們教會來當義工呢 包括妳不會得憂鬱症的 謝謝您 嗯 不瞞您說 我其實呢 還想有點收入 不說了 家家就很難念的經喔 以我多年來的經驗 在管理上的經驗 老闆都是注重成本跟效益 我們退休的人想要二度就業 本來就很難啊 欸 劉先生 您說的沒錯 我們退休人士要再度就業 機會是比較難 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 就沒有再度賺錢 貢獻社會的機會 我倒覺得我們退休的人士 可以從事自行創業 把過去我們一直想做 但是沒有機會完成的事 這個時候來徹底的實現 創業 洪博士你說創業 那有多少資金啊 風險太大了 您說的也沒錯 其實我們可以從自己 熟悉的領域著手 資金的規模可以由小而大 重要的是 我們仍然對社會有貢獻 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尤其是我覺得在創業的過程 我們的付出跟收入 這些點點滴滴 都可以對退休的銀髮族 身心靈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幫助 列出你的專長 我的專長可不就是包餃子嗎 對 我的餃子皮可是一張張用手擀出來的 那個機器壓出來的 沒法跟我比 對 對 我的麵包烤得可好的 不是我在自誇 我沒事的時候呢 也會研發一些不同口味的麵包 像是紅棗啦 桂圓啦 狗雞子啦 好吃又養生 對不對啊 對 你說對不對呢 對 兒子你說是不是 我是一個行動派的人 我看啊 我們大家也不要填什麼問卷調查了 我們為什麼不乾脆來個實體作業 大家把自己的這些身懷絕技的看家本領啊 通通拿出來 我們開個網路商店不就好了嗎 網路商店 對 哇 我可以賣我的手工餃子 對 英雄有用武之地 我可以圓我的夢了 沒錯 可是 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們從何開始呢 各位長輩 拜託拜託 請你們一定要把問卷調查填寫完好嗎 呃 劉伯伯的想法真的很棒 那 我跟姊姊呢也會來幫大家圓夢喔 我可以幫忙設計網頁 做個超酷的網路商店再加上手機APP 讓各位長輩的產品都可以放在上面賣 這麼棒 謝謝 我可以用免費的社區媒體為你們的產品做行銷推廣 太棒了 其實我可以把製作過程拍成一個微電影 這樣子的話讓客戶更了解製成過程 買起來會更安心 這不就行了嗎 兩批人馬 老的年輕的合在一起 互補長短 我們就可以創業了嘛 對呀 生活不會閒得慌 又可以有收入 更棒的是 還可以和年輕人打成一片 真是一舉數得呢 剛出爐的麵包來了 好棒喔 好棒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